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星期的新桑的神州 我是桑普,杰斯,你好,加拿大杰斯,你好 桑普,你好,大家好,今天我们忘了很多六四的东西 终于都可以,暂时可以第一次我们可以放下六四的问题 我们一会儿再说,今天就先说一些美国的事情 我们美国的事情不外乎究竟川普和拜登说了什么 我想川普的案件在我自己节目都会稍稍讲到的 这一节我会再详细地讲一些进展和感想 涉及到拜登最近一些新的政策 这一节都会讲到的 川普的案件我想是四大型案 其中第一个就是Stormy Daniels案件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一种人数来的 或者叫做什么Hush Money案 Hush Money就是暗口法案 但事实上这个和Stormy Daniels和暗口法完全无关 其实他记得什么呢?偽造文书 涉嫌偽造文书的文案件 其实也不是偽造文书 应该叫做登载不实 申报不实的案件 这个案件是不是申报不实呢? 我会觉得是很有疑问的 这个案件是怎么样的呢? 他就说川普在2016年 就是要选举第一次的总统竞选 他当时赢了的 他当时就写说有一笔费用 这笔费用就是我认为130K的 13万的钱 分开11笔的 Legal Services Inverses 11张的账单 然后有11张账单 因为这么多账单 就有11张账单了 另外有12笔 Ledger Entry 就是在那个收资表里 就是那个所谓的资产负债表里的登载 好了 这些登载呢 全部加上11加11加12呢 那么恐慌那些34条罪 其实是同一个案件来的 那些34条罪 就说它呢 一级偽造商业记录 简单来说的偽造文书 falsification of business records in the first degree 那么这个罪名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喂 原先这一笔费是暗口费 是你给你当时的律师Michael Cohen 因为Michael Cohen自己呢 就是他说这个是一个fixer 就是叫做下把 其实这个下把就是他这么说 其实他侵侵否认的 是一个fixer 不是单纯的律师 他给了一个验星 就是三级片的 就是A片的不是A片 就是三级片的验星 就是这个叫做Stormy Daniels Stormy Daniels 13万美金的暗口币 那么之后 川普还一些钱给这个律师 那么你为什么不用暗口费呢 你为什么要写呢 是一个legal expenses呢 那么川普的抗辩就是 喂 这笔钱 第一 川普为什么要暗口呢 整个庭审就是说 川普就是跟这个女生 在N年前 最为是十年前 发生了这个性关系 于是乎为了 因为当时梅拉利尔 正在怀孕当中 避免这个事爆煲 而且会使到这个选举 会搞到他自己输 于是乎被暗口费给Stormy Daniels 那这个事情 川普是否认 和这个女生发生过关系 他会承认 给过一笔钱 应该这么说 给过一笔钱 给这个律师的 这个律师是要和有关的人 签订的NDA 川普认为我给钱给你 是叫你暗口 暗口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说谎言出来 不要说谎言出来 搞到我自己在医院里面 或者在家里面 代产的太太心伤 那暗口就叫你不要说 这个完全是私人的事 究竟川普和这个女生 有没有发生关系 我就问你一件事 她的太太都不追究 你追究干什么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有没有发生关系呢? 川普否认的 事实上有没有呢? 我不知道的 但是这件事并非本案重点 本案重点就是说 究竟你要给这笔钱 给这个律师Michael Cohen 是暗口费呢? 还是NDA? 川普就说 我就要你和这个女生 签订一个NDA 签与签不到 我都给这笔钱给你 你要帮我搞点它 就不是暗口费 于是他没有登在不实 因为登在的是 法律费用 律师费 他说不是律师费 不是律师去签订 这个NDA的费用 是给Stormy Daniels的一笔钱 那这件事就形成很大的一个争议 那这个争议的话 导致到现在就是说 川普有自己的想法 12个陪审团有自己的想法 裁判的法官就叫John Machan 就是这个Machan 那他就是判决 川普就是摆数的 那当然川普是可以上数的 那这件案件 川普会不会入獄呢? 据以前的判例所知 是机会不大的 那就一定要牵涉到 有诈骗的成份 fraudulent activities 最多判一年有其徒业 虽然这个按照法律来说 是可以判到四年 如果你是分期执行的话 这34年控罪乘4年 就是136年 那这个根本上是 理论上的可能性 实际上没有什么可能的 加上川普没有前科 涉及到非暴力犯罪 他判入獄的机会不高 大概是四种可能 就是居家的监禁 罚金 判刑 或者社会服务令 那你说真的判徒刑的 机会是比较低的 那当然了 现在什么时候 是会判刑呢? 7月11日 美东时间 10点钟的时间 就会判刑了 那也都是在 7月15日 他在共和党 直接提名他的RNC 在威斯康辛的Milwaukee Milwaukee 召为共和党 全国大会之前四天 判决的 这也是侵収现在的律师 Todd Blanche 所要求的 那能不能够参选 无论判贏 有罪 判贏究竟 就是他会不会坐牢 或居家监禁 不知道 即是home confinement 就是美国叫做 都不知道的 能不能够参选 是可以参选的 也都可以当选的 因为美国憲法规定只要35岁 自然地在美国出生的公民 住在美国至少14年 就可以去参选和当选的了 能不能够上诉呢 那当然可以上诉的 那上诉去到什么地方呢 州的这个上诉法院 甚至可能有法律问题 去到联邦最高法院都可以 所以这件事情 如果一旦上诉 他可能就获得保释 就是不像香港 你不要用香港的标准来看 就是我们经常都说 上诉又禁止离境 是不是 又要保释 每个月回去报道 不是这样 就是这个 或者原则上要激压 就是什么 例外就要保释的东西 不会有这样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保释的 所以在上诉期间 又可以去竞选了 你就算居家监禁 他认为最残酷的刑罰 分分钟都是居家 就是他在海湖庄园製造 有关的一些活动 就是比如网上的活动 其实他竞选的一堆的人 他一个是叫什么 媳婦 就是用华人的讲法来讲一下 就是daughter-in-law 就叫Lara Trump 也都说明了 网上活动 他帮他继续去竞选的 这宗案我觉得 有三个很大的法律的问题 为什么他可以上诉 第一件事就是控罪不当 这是怎么计算呢 就是说2022年的2月 这个当时起诉他的检察官 现在一直都是 就是Alvin Bragg 当时想不起诉 觉得没有证据 然后突然之间 好像有一股势力 在里面提醒Alvin Bragg Alvin Bragg把这件事 拆去34条罪来起诉 34宗罪本身你问我 我觉得很荒谬 一宗案件 譬如说 你在这里 你现在在这里 我捅他34刀 为什么要刮老臣 那他是不是告我34条殺人罪呢 我问你 是不是 你强奸 又出又入34次 是不是告你34条强奸罪呢 我只是问你 这个不荒谬的事 这个是同一案件 你怎么办 你说要告34条罪 就是显现了一个大的问题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本身你一条罪是告不到的 因为在美国法律来说 刑事是有轻罪和重罪的 轻罪英文叫做misdemeanor 重罪叫fanony OK 这件事如果你单纯的 叫做偽造文书 偽造商业记录是轻罪 轻罪已经超过了诉讼时候 18年你告不到的 现在呢 你从重罪来告 重罪要证明到些什么呢 偽造商业文书 而且寸谋去违反掩盖另一个犯罪 就是一个conspiracy 去conceal其他的犯罪 那你不要用射车的标准来说 不需要证明什么非法手段 不是说那些东西 我现在在说的是 不要说香港的标准 你的法律标准就要证明到 你是目的在掩盖其他的犯罪 那你掩盖什么犯罪呢 那个检察官Evan Bragg 就要找到的地方了 找到什么第一个犯罪 就是全谋违反州选举法 conspiracy去violate state election laws 但是各位 特朗普是选州长吗 特朗普是选州议员吗 特朗普是选州议员吗 特朗普是选联邦的总统吗 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OK 你说州的选举法 只是包括了州本身 选州每一个州的事情 而不涉及到什么 就是联邦选举 联邦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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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首先有FCECA 我认为Federal election的一个commission 那这个commission 它由这个有关联邦的司法部 和有关的选举委员的组成 他们都没有认证过 特朗普有违反他们的选举法例 那请问 他怎样去违反有关的选举法呢 你都没有任何证明 接着你这个检察官就说 他违反州选举法 之后这个就变成了一条犯罪的话 荒谬的嘛 这是第一件事 光这件事已经搞定 第二件事 法官偏颇 这个所谓的Juan Majan 她的女儿就是做一间律师樓的 她的女儿也是法律人 OK 就是做律师樓 做律师的 那她的女儿呢 接个案件是什么 她是大合的 所有民主党的人 包括 拜登 包括 Karmel Harris 就是总统、副总统 都基本上是她的女儿的大客户 那这个叫瓜田李克 法官应该回避 你没有回避 第三件事就是说法律有严重错误了 这件案件本来就是说要讲到在整个过程中 不应该涉及到Stormy Daniels所谓的公词的 但是这个法官竟然允许 陪審团去听Stormy Daniels 并非是侵侵和Stormy Daniels 有没有发生性的关系 这件事是另一件事 但是这件事怎么说都不是刑事案件 也没有民事的可能性 因为莫拉利尔没有告 川普通姦 这件事是关你什么事 所以我就是说 整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去到一个基本的位置 这些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美国 而且商界很担忧 你想想美国那么多个大粒子 华尔街的那么多人 纽约那么多人 喂 这些这样的事情 无日无之 接着那些记者 密分佐宗又访问一些 美国商界 无法纪的问题 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这件事完全是荒谬的 那些陪審团退庭審议 10至11个小时左右 就一致裁决他有罪 接着你要上诉 到州最高法院 州的上诉法院 这帮法官基本上都是由 这个民主党执政的政府 去nominated的一些法官来的 这件事会去到最后会终審 就不得而知 但是这件事我看回 的效果会怎么样 5月31日 即5月30日判决了 5月31日 就是川普在这个纽约的 Trump Tower的记者会 他说了两件事 第一 一判了之后 他收到捐款直线上升 整个网站被炸停了 这个Win Rat 当日就是 在10个小时之内 多了3900万美金 接着在24个小时之内 多了5300万美金 是破了历来 美国总统竞选 最短期间内 拿到最高的捐款的记录 第二件事 補充一样 補充一样 这个还是小额捐款 这些是 没错 小额捐款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以往奥巴马最出名 就是这些小额捐款 就是一百几十元那些 你刚才说的 其实就是很厉害的 就是特朗普 接着另外一个就是民意调查 民意调查 那些左派媒体不敢说 他就说 以前的民意调查 显示什么呢 有整你支持你的三分之一的选民 共和党的之前三百的选民 就不会再投一个有罪 入狱的一个 或者被判有罪有前科的一个总统 事实上我看回一个 daily mail最新的民意调查 12个钟头内 川普的民望彈升6% 你越判他有罪 那些人是倒戏的 接着我看回很多的 在网上的民意调查的分析 和最新的数据呢 川普都是有上升 就算现在没有6%那么多 都3个2% 就是原先赢了2% 一边才4、5% 这样搞法呢 你越判下去呢 就是那班人 用石头砍拜登的脚 结果很惨的 所以就是对他们来讲很惨的 所以我会说呢 这件事会对川普有利的 未来会有3个案件判决 包括什么 Georgia那个选举 喬治亚州干扰大选案 干扰大选案 之后这个insurrection 就是1月6日 那个国会的所谓暴乱 叛乱 叛国罪 整个好像香港47条 我想是很多这样的47人案 就是23条 所以我觉得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等等案件都会一直盯着他的 所以他会使到他最主要的伤害就是 他那个努力时间费用 天天要你认信去出庭 结果是什么呢 你选不了他 但是你说是否完全选不了呢 我会看到他很聪明的 就是各地造势 然后每几天你自己看回 用Trump去搜索YouTube 一大堆的视频会彈出来 他每次看这些视频 就觉得越讲越劲目 就是我觉得是 哇他有些是刮目相看的 我自己看他的视频 他在Bronze那个 就是纽约那个视频 他知道纽约可能赢不了的 有些有机会可能翻盘 照去那个区来示威跟你 去这些主要的一些摇摆 摇摆州基本上是六至七个州 Levada Arizona Georgia 跟着Minnesota 跟着Wisconsin 跟着Wisconsin 和Michigan 六个州 还有少少摇摆的可能是 一些New Hampshire等等的东西 这些州基本上是最 一些叫做 在拜登赢了很多 当年就是在2020年 拜登都赢的州 如果今次川普拿到这六个州 其中我记得是两个州 就已经赢了 何况现在民意调查 特朗普拿到现在 特朗普拿到五个州 以上 Minnesota可胜不稳 其他五个州全赢的 而且就算你看到 Arizona 和Nevada 和Georgia 基本上是赢硬的 那你三个州赢 那上面那三个州 基本上你赢多一个 基本上是坐定的六 就是你会看到这些摇摆的州 正正是选举的关键 何况有些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Nebraska 他将整个州分为三楷 现在那个三楷 一个很小的地位 一楷就投拜登 三楷投川普 如果Nebraska 修改他州的这个 这个划分 这个选举法律 全部勝者全拿的话 现在在做这件事情 分分钟那一票呢 都会给了特朗普的 因为呢 就数人头而已 OK 选举人票 是的 选举人票 所以我会觉得 我会审慎 特朗普能够当选 当然啦 这班法官会不会恶毒到 要判他屠刑的 要他各个去坐牢的 那这个 Let's see 但我会觉得很荒漠的地方 竟然呢 这班陪審团 然我们 我有的一些 基本常识都没有 而法官都没有 好好引导陪審团 去思考有关的控罪 这些已经构成上诉的理由 这个就是我的看法 不知道什么时候怎么看呢 我觉得 关键其实就是 司法DQ 就是 其实 这两年都在说 其实都不是突然间出来 特朗普的官司前身 但是 如果深水清的人会问 就是 为什么会 有 就是会突然间 在选举一年 之后 全部涌现出来 到六单 这样 那很多人都说 喂 其实是不是需要 那么阴谋论 但是如果你问我 就是 我不相信没有阴谋 就是我只想回答你 我会反过来 我会觉得 就是你问我 你说你相不相信 没有阴谋 对不起 我真的不相信没有阴谋 那 那我觉得 其实 这种风气 在美国 这个民主 就是民主的大国里面 其实我觉得 最 最要正视的问题 就是说 喂 在未来 是不是 执政的 或者 总之 强大一点点的 就可以透过司法去DQ 对手呢 那其实 这次民主党 那个策略 我想 那他们 其实一早 他们比我们更熟悉 美国的宪法 等等 他们知道 就是就算你要到 特朗普坐牢 那其实 他都可以出来 继续竞选 那但是 那问题就是 喂 就用这些这样的 大大小小的官司 去纏绕他 等他 就是等他 把精力 放在很多 在那些官司里面 而 rather than 还是 那个 选举 那个 就是 将来的选举活动 等等 那 那其实 面前真的有很多 很多 很多 案件的 有些是民事 有些是刑事 那其实 你说的最似 样的那两件 就是这件 就是你刚才也说过 就是 其实可能是一条最大 但是拆开三十四条 那你就首先 就是做到一个 观感 选举好讲观感 哇 大佬三十四条 最成立 多震撼啊 这些 但是刚才桑部 都补充了 其实全部拆拆这些东西 我们香港 真的试得多 一条线 就拆开五六条 譬如我自己 曾经那凌个 洗黑钱 都无端有五条 洗黑钱 都问 我都问那些 警察 为什么 那些警察说 你有五个户口 那就五个洗钱 这些就是观感的问题 那这一单 其实就 这一单 所以是 挺深水炸弹的 其实另一单 就是2021年 煽动支持者 冲击的 过去那单 但是那单 不要忘记的就是 上到美国 美国最高法院 其实已经定了案 那些州份的 那些起诉 你们全部要走在一边 因为这个是联邦的层次 那之后 如无意外 其实2021年 煽动支持者 冲击国会案 那件事 可能会去到 下年才开始審 所以这个会过去的总统选举 那这个已经是 避了一劫的了 特朗普 那如果他做了总统 这件事 也可能不了了之 所以 或者就是 国会其实可以起动的 可以起动去移动 但是目前的国会 就是 这个 眾议院 是共和党握庄的嘛 到这个 联邦那边 就是民主党握庄 那你 互相一人一半的时候 也都答不了共识 所以 最似的就是这三十四条控罪而已 但是 回到去就是说 我觉得最似封不可掌的就是 就是 不要用这些 司法DQ 其实是很老土的 就是无论民主党用 喂 你今天用完 其实有报应 如果到共和党 握庄的时候 共和党都可以用回这些 这样的方法 喂 用什么呢 你说如果要动一下拜登 其实 我们经常都问一个问题 拜登 拜登和Hunter Biden 可能有很多 很多 那为什么又不动呢 那现在最近 Hunter Biden有一宗 但那宗都是 那宗都是很criminal的 那些事情 就是很政治敏感的 其实全部都避开了 那 还有的就是 反而回到选情 我会觉得 我就未必有桑普那么乐观的 我一开始都是 有点保留 就是我觉得是有杀伤力的 就是这些司法DQ 那 还有现在言之上做 都是六元 那变数还有很多 譬如我只是 我只是想补充一样东西 就是我和 在民调方面 我的看法 会和 有点不同的 就是 不要只看整体的民调 其实今年的选举 那六七个的摇摆州份 是相当之重要 可能比四年前更加重要 因为已经离过一波 那那些已经是 蓝的州份 就是蓝的了 红的就是红的了 大家都坐定 是那六七个而已 但是如果现在去到这些 这样的 就是 司法 这些官司 其实就是 因为很多人其实未必很清楚 里面的案情 公道 不公道 但是 但是如果很多人 从我单凭的观感去判断 我是会多担心 那个摇摆州 个别 每一个个别的摇摆州份 那些 那些 未决定的票 那些 那十几二十个percent 那些还未决定是红还是蓝的 那些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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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持份呢 其实是 会不会 这些官司会影响到 他们最后的判断呢 我是担心的 那个不是说整体的 民调 而是说回到那六七个 摇摆州份的 这些 这样的 仍然未确定的 的 选民 究竟他们最后 会不会 真的这些官司会影响到他呢 我是会有点担心 还有就是 其实我觉得 他都算是superman 来的 就是超人 就是大老大老婆 七十几 接近八十岁 你要这样 应付着这些官司 然后 那个问题就是 怎样去 去启动 这些选举 那你说 喂 今天也是个网上世界 网上可能还做到很多东西 但是你始终都要实体 要看到个老人家的 你都要走 大哥 那这些 我觉得就是 就是 我觉得其实 到最后他完成了整个选举 我都觉得他是超人 但是我都是想最后补充一件事 其实很 很 就是如果这场是一场球赛 民主党是真的在不断地打完 那四年前也是这样打完 那四年前也是这样打完 那譬如今届 还有没有那些mail ballot的问题呢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 刚才我听桑普说 你说 在那些 比如阿拉斯加那些 现在你看到好像坐定凹路 喂 你记不记得四年前 我们去到选举那天的夜晚 睡觉前 还记不记得桑普 我们都还见到共和党特朗普是坐定凹路 一睡醒觉 喂 整堆东西都不见了 哇 整堆东西全是由红变蓝的 然后到今天都有人在说 这些是JFK金蓝迪可以拍得住那些 级数的阴谋论来的 那有些人整天都说我们这些人 是不是这么多阴谋 那你看咯 大佬 四年后可以再看一次 坐定凹路那些东西 民主党都去变天 就是他们都很骗 所以 我就保守一点点 我真的 暂时我真的未敢像桑普那样乐观 但是我已经觉得 Donald Trump是Superman 我明白的 我也听到很多朋友都觉得 未必一定这么乐观 这个是理解得到 那就是你为什么会这样的想法 以及执政党 执政党连任是很有利 这个永远都是一个订论 那我会觉得这个连任的 这个所谓的连任优势 那当然是有这样的可能 但是我觉得整个民意调查 因为民主的决定就是看你的 就是数人头不是斩人头 所以我想这个是关键 那司法武器化的问题 weaponized 这个traditional system的问题 可以很多程度 是的 司法武器化 这个weaponization 你会看到 喂 之前 你这么多年 Stormy Daniels發生在八年前的事 你舊事重提 仰这宗案 仰到2023年才可以计数 是不是整件事很荒谬呢 第二件事34条 34个不同的事 变成34个控罪 一案查34个案件 Is this right? 你问是任何的? 你问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摆明是做一个控洞的声势 第三 竟然处论到Hush Money Stormy Daniels Pond Star的案件 其实整个案件跟这些无关系 这个舆论导向 似乎有一件事 在左媒很喜欢用这件事 去点一些这样的东西 出来说 这些案件跟这些事 是完全无关的 本案本质跟这个无关 另外就是说 这件事的整个判决本身 你看到那个法庭有法律的漏洞 你看看所有的左媒 一字都不说 它说那是rule of law 法治的胜利 多少的东西减民主而行 中国共产党就是民主集中制 现在美国法庭 这个法庭 不是说所有的法庭 这个法庭 这个法庭 这个法官这一批人 在做的事是法治吗 就是我说的事 全部都是 我有法律根据跟大家讲 但是他们完全不是做这件事 所以多少的假话是假这些而行 那你说不是整个美国的制度已经崩溃了 不 OK 我不会用这件事说 全美国五十州 所有的法院 supreme court 全部都是垃圾 不要去到这件事 不要因为以偏而概存 选纽约州 纽约市去起诉 是一个政治决定 你想想 这件事完全是一个政治决定 我想补充的就是说 在一个民主的世界 其实在台湾已经见到很多了 我们这几年都见到很多了 如果你有一个民主的机制的时候 当出现这些问题 比如说是否司法武器化 大家有眼见 还有就是不要打压不同的声音 那其实你会见到 在民主底下的制度是会不断的修正的 这个就是和极权一个最大的分别 还有我想再说两句 对不起 再说两句就是说 我想回来就是说 执政党的优势 你其实现在已经见到 比如说见到拜登在未来的几个月 一定会很帮助地去强硬对华的政策 但是很多事情其实桑普和我就很清楚 很多事情都是一些掩掩掩掩的假象 但是他一定会做出来 或者例如就是 一会儿都可以等桑普再详细说 就是最近的边境政策 喂大哥你看完拜登的最近的边境政策 我很简单说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我撑你的肺 你骂桑普那些东西 你现在又做回 撑你的肺 你四年后现在差不多要连任了 你就去做 喂其实其实其实在对华那些关税那里 就是异曲同纲 你四年前拜登就骂特朗普那套是不行 喂你现在用 你现在首先你都没有废了特朗普 input中国进口产品那些关税 你还更加变本加厉 就是这些就是执政党可以做的东西 而很多选民是会觉得 哇行啊 哇好帅啊 OK 我们支持他 但是他每次都是在尾尾才做的 OK 就是这些东西很多选民是看不到的 这个就是我最担心的东西 就是这个交给桑普都可以说 最近那个美国边境政策 是有多么荒谬的 是啊 我觉得很荒谬 整个选举其实主要的议题是很大 这个inflation 和这个就是经济的问题 经济的问题很重要 你试试加州加油 你想一下现在比四年前跪了多少 OK 那当然已经涉到很多绿能政策 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先不要说这个问题 第一是钱的问题 经济问题 现在的inflation很严重 现在想压也压不了 为什么这样 就问大家知道了 第二个问题 就是刚刚杰斯里说到了 就是open border的问题 你基本上整个边境是松弛的 数以十万计的人每天涌入美国 你想一想这个数字是相当高的 加州阿里桑纳的边境 再不要说Texas New Mexico的边境 多少的非法入境者进来 是非法入境者进来 那么特朗普你笑他说要起一条墙 你觉得是神经的 喂大哥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是不是要禁止一切的非法入境者入境呢 这个是基本嘛 对不对 就是比如说加拿大一大堆的香港人 搭上山板 撑着去Vancouver Island入境 我问你了 你做政府的话你会怎么做 非法入境 如果你合法入境 比如说 杰斯里合法入境加拿大的 喂 那就完全没问题 我去旅游合法入境加拿大的 拿出来的 绝对没问题 非法入境的话 请问这些人 是不是应该要把他们逼走呢? 不判刑也要逼走 我立刻回答你 我立刻回答你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在听也未必明白 民主党如果要回答桑宝的问题 就是要被那些非法入境的人收留他们 为什么呢? 现在人道的问题 过往那几年 大概很笼统 你知不知道美麦边境 是每天从墨西哥那边过来 包括有中国人的 以几年计每一天是放2500人进来的 你知不知道连加拿大 加拿大都受不了 是完全是针对墨西哥的 我说非法还是不非法 或者asylum也好 全部停的 一说墨西哥就停的 我们香港那些真的跟别人没得比 就是用数量 用scale 但是荒谬之处是什么? 好啊 最近 拜登 因为准备选举了嘛 还有几个月而已 他判判了 你现在判判 你只是在做特朗普做的事情 是不是? 你拿了个总统做的时候 你就说特朗普那里不对 然后就放 喂大哥 你整个数字 我真的不懂得算 就是告诉你 美国这几年 就简直是天文数字 简直 是啊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 你真的做了多少问题 就是对美国社会 最大的问题是哪里呢? 这件事的问题是 他现在就是怎么说呢? 你细心看他的东西 拜登说非法入境是有个quota的 就是说1,500人 OK 他说如果每天入境达到总数 2,500人以上就会关闭 要控制在1,500人非法入境以下 哪里有人总统说这些东西的? 喂 不如这样吧 人道嘛 人道嘛 人道问题嘛 这个就是 人道就要合法入境 合法入境又是人道 没问题 你合法入境的 asylum 那你asylum 你申请不行的 就批他走 申请店的不在这里 你申请店之前 你就留在这个地方 没问题 这是合法入境 你非法入境 竟然给了一个quota出来 就说每天突破2,500人以上 基本上我就不收了 我问你了 你这样做 哪个人怎么做呢 我又立刻回答你了 我收到2,499个了 你明天先 那些电话我明天先 所以一定不会突破2,500个门纜 还有 然后你说 然后你说1,500以下 希望控制到1,500以下 你只是说的 你这样说完这句话 更多人就堆积在美墨边境 没错 每天等2,499个之内进去 排队 拿丑 如果我的话 一定有个拿丑制度 你说2,499个都可以放非法入境进来 那我就认识了 你还有理由呢 你对不起 你还有理由呢 你对不起 你还有理由呢 正当程序的申请 你来做这件事 根本是这些叫做偷鸡 这些事并不是今天的事 你想要做什么 你做个坚明 说我和川普一样的 我要拿中间选民 拿些什么叫做淺红的选民 就是共和党的支持者 你不要再走了 这些Black 是不是Latins那些 你不要走了 我们要你们回到拜登的阵营 我们都懂得保障边境的 你真的浪费了 你看下去的 你骗到哪个人 是的 这个就是民主党的那个长期 有时候我们一说 有些人就觉得 我们好像很harsh 这些就是民主党整班 整个党 那些阻交的 一直以来那些阻交问题的道向 未必一定完全怪拜登 但拜登就是please民主党这种这样的思维 我想说的就是 你不要忽略一样东西 不论是2,500还是好 或者是1,500也好 OK 现在他新政策就是1,500 你其实 喂大哥 在这个偷渡的问题上面 其实你是 这几年是形成了一个产业来的 大哥 不要忘记那些人 不是就这样自己偷渡过来的 是business来的 有蛇头的 OK 那没有的 你现在釋出的信息就是 如果我是个蛇头就是 我只是收到的信息就是 哦 没问题 现在是2,500对1,500而已 生意仍然可以做 OK 那我们就做 我们就怎么样 我就尽量就做到1,500这样 OK就够了 这个就是问题的嘛 大哥 你知不知道整个美麦 那个延绵的边境 那里是制造了多少 卫生的问题 因为那些人聚在那里 还有那里可能有死人 总之就是 还有很多的蛇头 黑社会 之类之类的 还有然后你过了美国边境 跟着那些州份 其实长期有存在的社会物 这些就是 左膠造成的禍 但是很多人真的不会理 很多人就会觉得 有时候就是 因为美国就是这么奇怪 或者其实整个世界都是 哇 这些人很大外 是啊 就是要人道 特朗普赶回去就不对 其实实际不是这样的 反过去 是啊 我觉得这些左膠大外 我想问一下你 你对拜登 现在这样的新的政策 有什么看法 你讲支持又死 讲反对又死 因为你一直捧开拜登 拜登呢 他要禁 他要禁 你于是乎又支持 不禁你又支持 你神經病 你对共产党的支持 你是对支持拜登 对事不对人 今天你要这样做的话出事 接着他说什么呢 这个禁令是针对非法移民 有助于美国控制边境和恢复秩序 试图将非法越境的移民数量 降低至美方系统可有效管理的数字为止 就是说非法入境是可以的 Z quota 哪里有这些感应呢 非法移民是一件合法的事 他硬捉的事 他硬捉的事实是 他硬捉的事实是 所以你说非法越境被捕的北西高移民 可能会被马上驱逐出境 但有三个例外 无人陪伴的儿童 面临严重医疗或安全威胁的人 人口买卖受害者就例外 那就行了 这些东西完全是以前那些东西 每个人来到 他要赶我走 我会怎么说 我有病 我有受威胁 我是人口买卖的受害者 我有个小孩在旁边 说完了 你办法我都可以作故事 你怎么证明 我是人口买卖的受害者 我带着一些人口买卖我的假的文件 在墨西哥做好的 接着说我是被人口买卖的 那你已经一定要收我的 你一定要收我的 因为你法律说明是例外 我问你这个政府 如果搞成这样 是多么糟糕的 多么烦 这些东西是虚爽的一招 是做给所谓的所谓的 但是你知道这些非法移民 在一个州里不需要写照片 不需要验明你在那个地方 有些东西给这些钱的人 全部去投占就可以了 所以你说我对美国总统的选举 是不是有隐忧 当然有隐忧 他说隐忧未必在那个选举机器里 就是那个点票机器里 当然这个有可能 是这样的 no photo ID的东西 mailbar都不用了 mailbar可以用的 mailbar其实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邮递 邮递 邮递投票 邮递投票 很多人说美国邮递投票已经很多年了 我告诉你 如果有人在台湾想推行邮递投票 我一定包围立法院一次 不是包围 就是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喂 今时今日你敢推邮递投票 就是说你想做票 不是 我就想说 邮递投票 邮递投票适合什么呢 军人 囚犯 现役军人不囚犯 是适合邮递投票 这个没问题 人数很少 但是你说任何人 我喜欢的话就是邮递投票 那就玩完了 整个制度是玩完了 就是等于你可以上网投票那样 你说行不行 那不行 但是我还想补充一个东西 这种民主党 民主党和共和党 长期在那个美国移民政策那里的分歧 其实是长远可以好 长远可以带来一个很不同的后果 就是比如说 民主党很喜欢这些大外人道的 无底线这样的移民政策的 因为民主党大部分那些就是 这个蓝色的州其实很多都是 那个选民的组成其实都是 很依靠新移民的 那所以为什么民主党的优势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呢 因为你那些在 你当美国要补充一些新血的时候 很多新血其实都会支持民主党多些 因为这种大外阻交 但是不要忘记的就是 你同时满职 民主党得益的时候 其实同时间是削弱着 一些美国的全价值观的 就是很多人今天已经 就是你说保守 什么叫保守啊 什么叫做共和党 共和党这些保守的主意啊 那可以大佬我和阿桑普 你不要讲几集我来讲 就是由几百年前可以讲的 但是现在就是 很简单的事情就是 这些新的移民 究竟他知不知道 美国是一个什么的价值呢? 所以这个是会 长期来讲会是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就要看 我都说每次其实都要考验 美国人的智慧 是啊 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是大问题 还有保守之所为保守 是保守基督宗教 基督信仰的价值 而不是愚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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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标题就说 自从四次表态 愿意出兵协防台湾之后 最近他接受《时代》 《雜誌Time》的这个专方的时候表示 不排除出动美军保护台湾 这次他没有说会 他就是语言艺术 我不排除去侵权的 我不排除掉你的智慧财产权的 那这叫不排除 不是代表我刺硬你 《时代》雜誌6月4日 刊出这个拜登访问全文 这一场在5月28日在白宫举行的 那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潘因斯·Burns就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已经下令2027年之前 做了入侵台湾的准备 那这个访问就问到 你曾在多个场合提到 将动用武力保护台湾 这个是什么意思 会用什么方式 今天拜登说 事情方而定 他向习近平表明 美国的政策是不尋求台湾独立 但如果不尋求不代表 反对 我不去尋求 很複雜 但如果中国试图片面改变现状 美方也不会不保护台湾 什么是不会不保护台湾 就是会保护台湾 但保护台湾就是什么 因为持续提供台湾的智慧能力 并且越区域盟邦协商 那时代的雜誌就是进一步追问 是否不排除在中国入侵台湾的情况之下 部署美军到台湾的可能性呢 拜登回应说 不会排除动用美国武力 not ruling out using US military force 部署地面 空中海上武力等等 之间有所区别 这些说法很多的台湾媒体 我明白吗 和美国媒体 吹到第五次 拜登是愿意协防台湾 他没有承诺过协防台湾 要视情况而定 不会排除动用武力 持续提供智慧能力 就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讲的智慧能力 self defense 但他从来都没有说会协防 那你说美国会不会协防台湾呢 最后一定不会的 但他现在呢 其实已经由前面四次退下来 而且前四次 与这一次都没有白纸黑纸的 口讲无憑的 口头授权 你要证据的 OK 就是你有些白纸黑纸 跟你没有白纸黑纸是有分别的 何况之前有说过 现在已经有traceback了 你问我已经第五次和第四次 前面四次很不同 就是这件事被人吹到 他一定会协防台湾 我会觉得 他的这种拜登式的协防台湾 未必是我们所要的东西 我会觉得你说 侵侵会带来一个美台关系的高度不确定性 我是完全反对的 台湾很多智库仍然认为 侵侵和拜登对于协防台湾 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也都不是很赞成的 我会认为 我个人的意见 就是认为这个侵侵 是更加确定协防台湾 但是有一个前提 两个大字 给钱 OK 你给钱我 就等于加保护费一样 给你自己应该要给的钱 喂 给外国者导弹你 给一大堆的雷达站给你 接着还有协防 也有军事巡逆 喂 美国纳税人在给的钱来的 如果你说这些东西 台湾我看到 我不需要你只不给我的钱 我不需要你reimbursing我 因为有些东西跟美国有关 美国都是为自己做事而已 但是说真的你也有好处的 我做这件事先雨露军的 你给GDP3% 是 给你自己的国防军费 不是给我 我就是想说这件事 喂 这个是很基本的原则 你为什么不做呢 我会觉得台湾要准备好做这件事 而且台湾不是赚不到钱 台湾赚了钱 远超波兰、立陶宛、拉脱维牙 为什么人家肯做到 台湾做不到呢 而我们本身是抵抗着中国 对面的重大威胁 如果有人还在地方剪预算 还在地方不想提高预算的话 很荒谬 台湾自己都不帮自己 自己不自立自强 有自卫的斗志意识 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帮你呢 就是觉得这个人 这个人要 lost field 他不会理的了 他会想到其他地方了 但当台湾的人自己站起身 坚强的意志就会成功 你说我能乐观呢 唉我会觉得 现在最大的隐忧是三党一过半 如果你今时今日 就是你说是给台湾人去决定这个东西 我想过半数都很支持这个东西 但是你因为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国会 它会剪预算 它没有办法加预算 但是它会剪预算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隐忧 那你说台湾是不是变得很危险 那我觉得你也不需要担心 为什么呢 我呢 是你讲话 是的 美军这大的雷达站 就是我免得讲这么详细 美军控制着整个全亚洲 在全东亚中央的雷达中心 比起韩国、日本的更加大 那个中心就是台湾 北部 台中以上的北部 部署着的爱国者反导弹的系统 就是你一射 就是反导弹打你 就是好像那些星盾那些 那些什么 那些什么 以色列对抗哈马斯那些 其实已经在这里 那些系统是谁控制的 美军 OK 我想请问你 你说美国不会协防台湾 军人都在这里 导弹和雷达都在控制的 你会不会协防台湾 当然会 但是美军会不会做 美国会不会做这么更清晰的承诺呢 是我推动近的一件事 也希望它能够做得到 因为这个阻吓力才是大 那未来的情况 美军会不会支持台湾 其实都取决于台湾人 的斗志有多强 那我觉得这件事 如果自己不支持台湾人 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我的想法 我和你看法 差不多 都是差不多一样 我只是补充的就是 美国协防台湾 其实无论民主党揣装 或者共和党揣装 都会协防台湾的 因为不只是台湾的问题 整个南太平洋 印太 整个板块 美国利益的问题 我想只是 就是那个协防的程度 或者模式 是有分别的 那你说 就是如果共和党揣装 就是特朗普揣装 是啊 就是我跟你都是看法 就是 钱有关的 那以今天台湾的实力 其实你刚才提了 就是 你只要做一样东西 其实你已经感到特朗普了 就是如果是特朗普揣装 就是你要将 国民生产总值 GDP的3% 然后 是叫做 Military的预算 那其实对台湾来讲 我觉得 不是很难 至于你说 喂 现在是三岛不过半而已 那 那打习近平啊 都说2027年才打 哈哈 2027年其实 现在才是2024而已 顶着顶着都顶着 下一届国会了 下一届国会可能过半呢 是不是 那所以我又觉得 就是这个不是一个 迫在眉睫的问题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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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说的 执政党会制造假象出来 然后 美国人又拍烂手掌 台湾又拍烂手掌 顶你吗 是不是 你 难道 特朗普会走出来 就是我想说 拜登走出来说 我会协防台湾 你难道 特朗普 代表着特朗普走出来说 我不会协防的 喂 没有可能的嘛 其实这个是一个 愚蠢的答案 或者一个愚蠢的题目来的 就是 但是他又要弄到懶型的 语言 艺术全部都是 我都有看到 所以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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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赞自己 但是我赞我拍档 桑普是心碎青很多 我也觉得 杰斯心碎青 我会觉得这样 去到这个位置 川普说那句话 我觉得这件事更加有意思 在台湾很多的媒体 不懂得听 在这里笑 川普说 如果你北京攻打台湾 我就炸你北京 美国就轟炸你北京 如果你普丁去再 我停一战之后 就是 川普算是不会停战 停战之后 如果你攻击沃南柚 我炸你莫士哥 喂 川普说的一向都是说得出做一道 我不是跟你说笑 他真的是 加关税就真的加你关税 其实 你讲这个其实 我最后面 如果你中国共产党 中国攻打台湾 这个一定是一个 发生在美中之间的战争 你不要以为这件事 只不过是两岸的关系 或者是中国入侵台湾的关系 我都知道 也不是准备台湾 只是说美军只是帮台湾 打本土战争 守卫这个地方 不准备 是打你北京 炸你下门 炸你所有军党 跟着之后可能真的光炸你北京 我不是跟你讲笑的 这件事你这样做的话 不是啊 那你拜登你跟他大纜 你跟他大纜 你跟他大纜 我不知道炸你北京 我炸你上海、廣州 全部炸掉他 那你看看怎么办 你这样说的话 我会给白首长你 你不敢说 你只是说 哎呀 不排除 谁会协助台湾 收藏 就是我会觉得 这些东西说完后 没有新意的东西 而且我要看你做的 而不是看你说的 那你说 特朗普说的东西都可不可信呢 我想特朗普说的2016年 是2020年的东西 对他的选举承诺很多 你会不会绝对可信 我不会相信特朗普是一个盛人 他未必所有东西都可信的 但我证据到这一点 是比习近平很大的一个deterrence 他看穿了习近平的底派 只是攀线三而已 就是他底派就是这样而已 他根本上不敢打 他最大的底派是什么呢 滲透 就是他的地方就是狗狗不正 但是你对我和你在表现 你旁边那些人看着你 看着你 你自己的底派是什么 他最懂得找那些善人 这些这样的渗透 这些拆反的东西 就是最危险的东西 特朗伊木马才是最低限的 习近平 我再强调一次 习近平经常说的 武统台湾是去的 和平统一才是实 但是大家只要理解 什么是习近平口中的和平统一 那还有就是 我觉得就是 你说回到台湾 苏武之前都强调 就是说 其实台湾要自己自强 我们经常都说这件事 其实你说 你刚才说 不是开玩笑的 我炸你北京 其实你都可以开玩笑的 告诉你 其实都是舆论认知战来的 你如果是特朗普的性格 拜登就不行了 拜登就可能要你賴清德 under control 你不要做些东西出来 要我难为 但是如果你是共和党 特朗普抓莊 我想特朗普更加希望 看到的一个就是什么 你不是真的要你炸过去 但是其实台湾有些可以做 就是等于马申太郎去年都说过 就是说你要震慑到对方 你要让对方知道你很有料到的 譬如说你都可以做一些 中程导弹的东西 当然不鼓励 现在整个亚洲都经常在做 说现在阿金仔扔屎都行 但是你起码台湾都要做一件事 让北京知道 就是我原来有技术 至少我的导弹是可以射到 这个图情是有能力射到过来福州厦门 其实今天台湾都有 但是台湾没有emphasize这件事 其实你可以拿出来 这个都是娱乐认知战来的 但是我想如果是特朗普上台 其实就会上来做 可能那个分别就是 就是台湾就会可以做一些 比如说总之你给特朗普看到 你GDP有3%是要来military的 或者还有就是你是比较 a little bit aggressive 其实都不会打的 因为最清楚的形势 那个是杂猪头 他比我们两个更加清楚 如果打得他就打了 其实这些问题不是在台湾美国 是在解放军自己 解放军你给他多一百年 他都打不到 如果你问我 怎么打呢 一打就全部变折 再说一下 这些是习近平想极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所以台湾有时候很愚蠢 我都说其实是可以做得 a little bit aggressive 所以我再强调一件事 共产党只能做的就是用 認知战 用所谓的和平统一 继续去干扰台湾的社会 所以台湾人真的要精灵 要醒目 就是滲透 认知战 舆论战 心理战 拆反 夺权 就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 好像整个契弟政权那样 整个李家超那样的款 就变成了一个总统 所以之后用这个地方来做 不是做不到的 就是把你内乱 煽动有一批人去暗杀 搞乱你的东西 现在立法院在搞的东西 就是国会搞乱就是这个东西 你不听话的搞乱你 听话的就是将你变成契弟 这个就是共产党 就是全部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事 这么多年是没有变过的 就是共产党不变 是我们以为共产党变了 就出了大事了 是的 我想最后讲完就是 台湾社会这个几星期 其实最值得讨论 但是没有讨论 没有认真去讨论 就是黄仁芬说的一句说话 台湾是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个国家之一 我说最值得讨论的就是 其实台湾人应该要思考一下 为什么黄仁芬说完会没事的呢 他又不用认错的 他又不用你对面对岸的感受 我觉得很多 我觉得很多这些是应该要讨论的 为什么 他有什么那么厉害 他可以说完 哇 还可以去夜市那里 慢慢的 这个其实真的很值得讨论 就是自信 黄仁芬身上的自信 还有不用靠你 很多很多的东西 真的很多东西值得讨论 但是很可惜 我见不到这个几星期 我只是见到台湾人在那里打飞机 说真的 就是粗俗地说 就是台湾舆论就在那里打飞机 但是你没有认真去讨论 为什么 为什么他又可以 为什么 为什么 阿信又不行 五月天 是不是 这个真的很值得讨论的一件事 那就是 就是 没必要浪费时间 帮你的实力 没错 像共产党的春代的时候 你抹到够了 是不是 你叫个弊弟弟 打回 炒住头几脚都可以 你看 你看多久 共产党连提都不敢提 OK 因为 今时今日 你共产党想买NVIDIA 那些晶片都买不到 大佬 还担心它 当然不行 是不是 这个就是答案 你做什么 你没有晶片 你怎么抄 怎么办 你什么都没有 你没有晶片 你就自主研发 长江十几号 搞中国 什么製造2025 2026 搞下去 没用的 全部都是偷 你没有人供应 供应 供应 你玩完了 玩完了 所以说 你习猪头那么厉害 那么厉害 你自己做晶片 自己到工厂去做晶片 习猪头 你就会把晶片做晶片做晶片 封锅 把晶片变得更厉害 你这几天 在台北国际电脑子 Compute Test 那些就真的是盛事了 波叔 叉燒 你真的没有见过盛事 这些就是盛事了 AI四大天王都来了 全部有演讲会 然后四大天王里面 有两个是台瑞美国人 Lisa Su AMD那个CEO 和NVIDIA 的黄仁芬 这些就是你继续去 其实这个台湾今天是有资格 在这个世界里 继续去 去打飞机 这个自信应该要突显出来 因为真的是吃正条水 这个浪 是吃到正一正的 所以这个就靠赖清德底 怎么样令到台湾更加自信 不要太过窩囊 不要像香港人那样 香港人今天其中一个问题是什么? 自我矮化 什么都要学习大陆 那我们今天香港就搞成这样了 是啊 所以我们记住就是 远离这个邪恶的政权是好的 我知道在看这个节目很多都远离不了 因为各种原因 但我只希望大家保重 我也不知道YouTube会不会有一天 你看不到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们有多久 我只能够说现在的形势是对于自由民主国家更有利 千万不要丧失这个希望 好了 那我们这一节的新桑海神州就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休息一会就回到 那我们今天就必要大家说一下 我和桑普在不同的地方过的六成 好 到时见 我和桑普在一起